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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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说确实有一个不良的愈后 愈后的核心或者是基因的突变 我们也叫高危或者极高危这样的病人 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来选择一个去假决化的治疗 所以呢 这个病要去客观的认识 不是以自育为目标 而是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延缓下白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